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和训练 8月6号第二届汉邦金融杯排球锦标赛正式拉开了帷幕 30多支球队在PAM Center进行了连续两天的激烈比赛 最终花落谁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由加拿大华人同乡会联合总会主办的第二届汉邦金融杯排球锦标赛 于8月6日和7日两天在泛美运动会的专业场馆PAM Center举行 本届比赛的参赛队由代表加拿大华人同乡总会所属的26个同乡会的排球队 及对外开放的青年队组成 总共有30多支排球队举行了为期两天的60多场比赛 本次比赛竞争异常激烈 赛场上不仅聚集了东东哥排台的各路精英 还有一些球员则来自中国省市专业队 可以说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辽宁队获得了本届比赛Senior Master组的冠军 陕西队获得了Senior Friendship组冠军 Open组冠军则由杨林健身俱乐部摘得 就是我从小一起开始打排球 然后的话呢在校学大学里面打校队 好多年前了二十多年了 以前我在中国国内我是福建神队的 就这么多排球爱好者就很难聚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次比赛的话 我们都显现不认识的 本届比赛得到了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大力支持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薛斌夫妇亲自带队 组成两支队伍参赛 我们总领馆组织了两个队伍 我们利用了两整天的时间 周末星期六星期天全程参与了这场比赛 刚才您提到足球赛 还有其他各种赛事 这充分说明啊 我们大多地区华人华侨 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生活 像多伦多如此众多的社团 众多的华人华侨 特别是有众多的体育人才 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不多见的 身高1米95的原中国女排队员 现任多伦多大学女排教练的潘门利表示 作为华人一名 大家对排球的情节深厚 忘不了女排精神 他希望在未来的赛事中 能有更多人参与 排球你知道这个情节 就是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是不一样的 因为排球毕竟是第一个集体当中 集体项目当中拿冠军的 连续两届赞助排球锦标赛的汉邦金融总裁 何俊在采访中表示 他们公司非常乐意支持社区活动 这奥运会在巴西举行 我们这里呢就是举行这个我们民间的这个体育活动 最近体现了我们华人的注重健康 体育锻炼 而且还是宏建了我们体育精神 同乡总会就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 然后还有大众多的这些队员们支持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 算一个心意吧 据悉 同乡总会还将在8月21号 举办全民健身日活动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